每小时寻一次在停车单上盖章注记 北市府停管处委托业者按时计价收取停车费 民众拿到这张缴费通知单就要按时缴费 但台北市议员揭露 去年北市府光是这个罚单 极限金额就高达2700多万元 经过追讨只找回了400万元 不到两成 实际值及河滨公园停车场 有的车上缴费单夹了好几张 甚至都泛黄了 而根据统计 北市府光是109年110年 就有1700多万停车费没追回 111年也有1900多万 去年更多达2300万欠款未讨回 让议员痛批 难道都将变成呆账吗 执行率都不及格 开罚单之后 却不去强力的执行 形成政府的开单 是一种儿戏 对于恶意欠费的行为 毫无办法 想一些强硬的手段 比如说像脱掉 这样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遏止 甚至提高这种欠费执行的效果 蓝绿语言纷纷喊话 江市府拿出铁腕 毕竟逃不回欠款 早就是老问题 107年 监察院就曾纠正 北市府停管处 因为催缴位严谨落实 导致市库损失千万公帑 而根据停管处 追缴流程 虽然依北市府规定 若车主位在期限内缴款 会被平信挂号性追缴 若持位缴款 不只会另加拔单 五年内还能送行政执行署 查询欠款者的名下财产 讨回欠款 言下之意 若有人刻意脱产 市府也拿他没辙 怎样有效追款 不让待账一年拖过一年 考验的不止执行力 更是江市府的执行魄力 三水华新城 台北 怎么了